北京时间3月13日 联盟公布了针对伊巴卡和克里斯斗殴事件的处罚决定 伊巴卡被禁赛三场 克里斯被禁赛一场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最后时刻 猛龙后场掌传球 伊巴卡在前场 卡位准备接球完成最后的进攻 他和克里斯在卡位时倒地 慢镜头显示 两人的对抗强度并不大 克里斯表示自己没犯规 他还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伊巴卡 仿佛在讽刺对方假摔 伊巴卡怒火中烧 从地上一跃而起 冲上去对克里斯所猴 两人纠缠在一起 在撕扯的过程中 伊巴卡有连续挥拳的动作 克里斯也有回击 两人被队友和裁判拉开 随后都被驱逐出场 根据联盟的规定 球员竞赛的场次是领不到薪水的 那么两人各自的损失是多少呢 伊巴卡的年薪是2167万 平均到每场比赛是26.4万美金左右 也就是说 竞赛三场 将让伊巴卡损失79.3万美金的收入 克里斯的年薪是320.6万 平均到每场比赛 是3.9万美金 他将因为竞赛损失3.9万美金 对于联盟的这个处罚决定 大部分球迷表示不满 他们的普遍意见 是伊巴卡的罚单太轻了 而克里斯始终处于一个防卫的状态 是受害者 他不应该被禁赛 一个署名Burt的球迷写道 伊巴卡应该被禁10场以上 他站起来 从背后所候另一名球员 这应该是他第五次去挑衅了吧 克里斯不应该承担任何禁赛处罚 一个署名Denis的球迷写道 难道他应该就站在那儿 随便让他打 另一个署名Tom的球迷 还联系到了胡人和火箭的那次冲突 他认为英格拉姆情节更轻 却被禁赛了4场 不过很快有球迷回复他 表示因为英格还有敌视裁判的举动 针对这次联盟开出的禁赛场次 大家觉得合理吗